您好,我是昆仑刘史 咱们今天继续聊这个清平大小合卓之乱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乾隆24年的9月9日 静立将军复德派出的使臣团 就到达了巴特克山韩国的首都 排租阿巴特 到了之后啊 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大小合卓已然被这个大韩苏勒坦杀呀 杀死了 那么说作为这个说书人的我 在这就可以跟您透露一下 这一回啊 这大韩苏勒坦杀说的 那还真不是瞎话 并且呀 在细节上也没有扯谎 小合卓祸及战呢 被这些侍卫一刀下去 脑袋呀 只连着了一体金 这大合卓波罗尼都呢 被侍卫一拥而上啊 几乎乱刃分尸 这史书所记就是苏勒坦杀手下 蜂拥而上 所以蝶刺合卓木兄前 那您想想和这个乱刃分尸啊 也差不多了 上前拼命护主的几位男女仆人 最后啊 也被大韩苏勒坦杀 派出的侍卫纷纷砍杀而死 最后啊 就只剩下了一名女仆 这名女仆当后文书很关键 今天呀 咱们还会提到 她的名字就叫做吉尔嘎勒 您想啊 这说书的我呀 都知道结局 说的肯定没错 您尽管放心的相信 不过呀 这会儿的清军的三位使臣可是不信 那这三位使臣呢 都是侍卫出身 他们是这个俄尔登俄 五代 还有萨姆坦 其中这个萨姆坦呢 前方就出使过巴特山韩国 并且呢 是这三位侍卫当中啊 这个职位最高的 只有他一人是赏代双眼花灵 这五代其人呢 老成沉稳 只有这个俄尔登俄呀 年纪轻 性格又十分的火爆 于是这俄尔登俄 抢先一步 怒目元征 就质问这个大汗 速乐坦杀 好去 您这个大汗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您就说了 这大小合着呀 被你处死了 您说我们能信吗 自答天朝大军 攻入巴特克韩国以来 可谓呀 是对你国这个民众 是秋毫无犯 这大军所到之处 不但不抢夺粮食财物 并且对你国的这个民众啊 还时常的有馈赠 有阶级 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呢 首先说呀 你们是不合作 拒不交出大小合着 并且三番五次的 和我们说瞎话 前两天 你们还来使啊 和我们这个大将军 富德说 这小合着重伤不治啊 已然是死在了囚禁的驿馆 这会儿怎么又成了 是你的侍卫 亲手刺杀了呢 所以说你说这话呀 我们不信 赶紧的把这实际情况 交代清楚啊 咱们再往下谈 你呀 还别嫌 但我说话不好听 等到我们大军杀到 富德大帅呀 可没我们哥仨这么好脾气 那可真正是杀人的魔王 伸手捂着令 是全手要人命 你瞧这办吧 这大汉素勒坦杀 看这些示威对自己啊 这态度是极为恶劣 哎 他还来劲了 他一生气说呀 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是爱信不信 这额尔登哥说的好 既然是这样 你把这个大小河桌的尸首交出来吗 哎 不交 我还告诉你 根据我们的教义啊 这河桌墓的尸首级 交给你们这群卡菲尔 也是不行 看到这事态 已经进入到僵局了 这会儿的萨摩尔啊 觉得自己不说话呀 可能不行了 于是就站起来说 这大汉呢 拒不敲出这大小河桌之尸体 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啊 要说这会儿 这大汉素勒坦杀 他有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 实际上已经不是很为难了 大小河桌已然死了 按照教义啊 也确实不能把这河桌墓的尸体 圣意的尸体啊 交给这个大清的军队 可是呢 既然已经死了 我看呢 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人深究了 实际上 这满清的大兵啊 翻山越岭的来到巴特山韩国 无非就是要勤获大小河桌 拿不住啊 死了 也应该把尸体带回去 要不然他们回去也是没法交差 不管怎么说的 大兵压境 咱们又打不过 人家是必然得验尸 开关验尸啊 那是难免的 到时候刨开 马扎露出了棺材 见着了尸体 人家把人头带回去 也算是个证物 好跟这个大皇帝 伯和大汗乾隆交差不是 可是他这会儿 为什么极力反对呢 哎 应了那句话了 孙子好当啊 他气难生 纯属啊 是让这个侍卫 阿尔登阿呀 挤一堆的 好去 你跑到我们国家来 弯鼻子歪延 把我这个当大汗子 数了一顿 那以后 我还有没有面子呀 这大汗呢 邪了邪了眼 嗖了嗖嗓子 跟这三位侍卫说呀 要想要大小和珠的尸首啊 却也不难 你们这个大清国呀 必须得给我出示一份国书 那他为什么这么折腾呢 首先是得赚足了面子 不能啊 你这大清国在这部队里边啊 随便派出一个威幕小官 到我这儿一通身赤 我就乖乖的把这大小和珠的尸首啊 给你了 其次呢 他拿到这份国书之后 我跟国内国外的反对派呀 也有个交代 到时候他就得说呀 你看人家国家也都下了国书了 这算是礼于我国 并且呢 这大小和珠呀 是人家国家的人 在人家的国家里呀 犯了罪 人家政府来通缉捉拿呀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按照咱们的教义呢 是不能把这个大小和珠交给他们 可是啊 这大小和珠好不知好歹 在我们国家又犯了重罪 让我给杀了 所以呀 才把他们的尸体交给了清朝大军 哎 这么一来呀 他我就没责任了 表明了态度以后啊 这大汗塑了坦沙 站起身来 扭转回身 还就进了后宫了 把这三名侍卫 就干在了这个大唐之上 那么这哥仨仅商量吧 看样子 这时候啊 可是耽误不起 为什么呀 真要是按他们说的呀 这大小和珠 已然被他杀死啊 并且埋了 咱们可耽误不起功夫 现在什么月份 九月份呢 一旦呢 这大小和珠 尸体腐烂 不能辨认 咱们这趟巴特山 可就白来了 那这鄂尔登啊 说他要国书 咱们现在哪给他找国书去 现在啊 咱们把这个消息 禀报回大营 大营再把这个消息 传到北京 这一来一回呀 没有两个月也差不多 到时候啊 还别说辨认着 大小和珠的尸首了 扒开麻扎呀 看见的 肯定也是一堆白骨 那这可怎么办呢 这会儿啊 就看出这个五代 老城持重来了 五代说呀 不要紧 这里咱们大营啊 大不计就是两天的路程 快马加鞭 那半天一宿 我也就到了 咱们大营里边啊 从北京带过来的习文 可是多的 那位说什么习文呢 那就是大清朝廷公开颁发的 针脚大小合着的习文 这习文是以皇帝口吻颁发的 上边签着大清国的国席 为什么带那么多呢 每刀一城一寨呀 都得向这个城主宣读颁发 并且呀 还得张绑出去 就贴在这个城里最显著的位置 攻势于众 回去呀 让大帅呀 给他拿一份 并且再让大帅呀 写上一道帅语 并且最后加盖这个 敬立大将军的虎服帅印 然后拿回来呀 交给这位大汗 我看这个大汗呢 就是脸面上关到这了 刚才呀 这额尔登哥 你这话说的呀 可能是有点重 之所以跟咱们耍混蛋呢 他也就是憋了口气 咱们这么一来呢 算是给他了个全脸啊 我估计之后的事 全都好办 说办就办 这额尔登哥呀 带着两名侍卫 连夜呀 可就回了大营 咱们说书不要麻烦 按照他们商量的计策 回到大营之后啊 这富得很快 把这事情就给他们办好了 这额尔登哥呀 在大营当中 没过一十三刻 就携带着这篇 大清朝天的席文 还有富得大帅 所写的这道帅域 就启程啊 往回赶了 按下这个送信的额尔登哥 咱们暂且不表 咱们先说说呀 在排租阿伯特的 这两位侍卫 这五代呀 和萨姆坦 这两个人一商量啊 说咱们两个人在这儿 可不能干等着 咱们得放出人家 打听消息 首先说呀 放出这个巴西军 没有用 什么索伦的 查哈尔 卡尔卡 这些也没戏 他们在这随行的 三十名金甲武士当中啊 就挑选出几名 蝉回 以及鄂鲁特的武士 就是现在新疆啊 南北疆的人 让他们呀 换上变装 出道管义之外呀 去打听这个事去 问问当地人 知不知道 这大小合作到来 这大小合作呀 是不是在前两天 就被这个大汗 速勒坦杀杀了 这些人呢 化妆成油伤 就在这个牌租 阿伯特城的城内城外呀 开始打淡消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过了两天之后啊 还就真打听出来消息了 回到驿馆当中 就禀报给了乌代 以及萨姆坦这两位将军 跟这两位将军回说呀 确实是有这么码的事儿 这事儿啊 在这城里城外都轰轰动了 至于这大小合作 被杀在这间屋子 现在呀 已经成了他们的麻渣 也就是坟墓啊 有兵把手啊 我们不能靠前 诛杀他们的时候啊 这大汗呢 派了两百名骑兵武士 阵阵弄的呀 挺大 这城里的老百姓纷纷为官 不过杀这二人呢 是在房间里边 就没人看得见了 还有人说呀 他们参与了埋葬大小合作 看到他们的仆人呢 把这二人的尸体包裹好 就埋在了那间屋子里 这会儿啊 又有人来报 说在城里的寺院当中啊 也有消息 现在城那寺院的大小毛拉阿红啊 还在做这个宗教仪式 来悼念大小合作 那这两位将军一看呢 依照这个表面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大小合作应该是真死了 看来呀 这苏勒坦杀肯定是没说瞎话 到了九月十三的上午 这偶尔登哥呀 也从大营当中回来了 带来了大帅复得的手谕 和大清朝廷的习文 这大汗速勒坦杀呀 见到了习文 以及复得的手谕之后啊 交代了一位亲信官员 让他善后此事 自己也跑到教军场 点齐了两千精兵 带着这个习文 以及复得的手谕呀 颠了 这个操作呀可把这三位侍卫看傻了 这三个人呢 和那位官员说 你们大汗上哪儿了呀 这是啊 这官员苦笑一声说呀 哎不瞒您三位说呀 我们大汗呢 领兵打仗去了 那这三位侍卫说 什么情况如此紧急呢 这位官员说呀 您是不知道 我们有两个街坊 和我们有世仇 一个呢叫塔尔巴斯 另外一个叫魂都斯 这两个地方的人呢 听说我们把大小合卓 杀死了之后啊 还要交给清军 于是呢 他们就纠结了五六千人 陈兵边境 扬言呢 要打进巴特克山 誓死啊 要保护住 他大小合卓的尸首 我们这大汗呢 也是宅心仁厚 有好生之德 不想动起刀兵 造成生灵涂炭 所以说呀 就带着这个贵国的习文 和这个大帅的手谕呀 到这个边境啊 去解释情况去了 这三个人一听啊 先别管他了 赶紧办咱们事去吧 他爱解释的清啊 解释不清 他们打起来 和咱们也没关系 那这个萨布塔呢 紧接着就问 那既然是这样 你们大汗临走的时候 交代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吗 哎 这位官员说呀 大汗说了 一切呀 按照三位尊使说的办 也就是说呀 您说咋来呀 就咋来 那这三个人一听说呀 咱们别愣着了 那咱们就赶紧呢 去这大小河桌的麻扎看看吧 于是当地官员就引着 这三位使臣呢 来到了这座大房子的跟前 这三个人一看呢 这房子还真不小 虽然呢 是土劈垒的呀 也是方屋远顶 看起来很气派 您想啊 能容下几十个人在里边刀兵相见 这屋子呀 肯定也小不了 这三个人问 那跪在旁边的这些 都是什么人呢 这官员说呀 这些人呢 都是愿意在此守灵的 大小合着的仆人 这三位使臣说 那么咱们进去看看吧 进到屋里一看呢 就连这三位叱咤 江场的将军 杀人的魔王 都有些胆寒 只见这个大屋子里边啊 是两间房 显然呢 原来就是一间 中间这堵墙啊 是新垒的 怎么看出来的呢 因为这四外边的墙上啊 全是血 并且这墙上啊 还有刀痕 明显在这个屋子里 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打斗 而中间这堵墙上啊 没有 这两个屋子当中啊 各有尸床 这尸床上啊 停放着大小合着的光果 这光果就被气在了尸床里 这就是当地人的埋葬的方式 高级点的大人物啊 他见麻扎 能够遮风避雨 普通老百姓死了之后啊 就被气在露天的棺床里 我解释的呀 可能不到位 这是人家当地的藏俗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了解的不是很深 三名侍卫就问 据我们所知啊 这回众啊 应该是家族都埋在一个这个麻扎里啊 这大小合着兄弟为什么还分屋埋葬呢 这时候有一名大合着的仆人呢 跪爬两步 他说呀 这大合着临死的时候啊 曾经有过交代 他说一切罪孽聚在寒合着墓 也就是小合着霍迹站呢 我死后不可同一处葬 或一致喀什噶尔更好 那这话呢 肯定是大合着波罗尼都啊 被关到这的时候说的 那肯定不是这胸脯子上被扎了很多刀以后交代的 他说呀 之所以咱们呀 一个倒霉 接着另一个倒霉 这些个不幸啊 全是这个自称大汗 我的兄弟小活着霍迹站所为 等我死了以后啊 可不能跟他们埋在一块 把我呀 埋回到这喀什噶尔 我们家祖坟去 他们家祖坟在哪啊 他们家祖坟呢 在现在的喀什 爱好旅游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这就是喀什城啊 传的神乎其神的湘飞墓 实际呢 那是白山派合着的家族墓地 这大合着说呀 我死之后啊 给我埋那去 哎 实际上呢 他也是想瞎了心 哎 这三位侍卫这会儿啊 可没工夫听他们给讲故事 指了指前边这个关床说 这是谁的坟呢 旁边人说呀 这是小合着霍迹站的坟 哦 一声令下是敲稿俱下 很快呀 这小合着的尸体啊 可就见了三光了 大家割开果实部之后啊 哎 和这个叱咤风云的小合着霍迹站 可就面对面了 前两天这俄尔登俄 回到清军大营啊 再回来的时候 可不光带回了负责的帅域 以及大清国的这告文 还把军营当中啊 两名大夫 一名武座带来了 哎 这大夫呢 就是军队里呀 哎 最好的两名外科大夫 这武座呀 就是随军的法医 专门负责 验看记录尸体 这尔登俄说 咱们都知道 这小合着身上啊 有三处相伤 先对 看看这三处相伤的位置 是否一致 这三个人呢 上去之后 七手八脚 一看呢 回将军 没问题 这三处枪伤啊 与这个战报上的三处相伤相吻合 随他们前来的这几十名侍卫里边 是既有缠回 也有厄鲁特 这些人呢 多数都是见过小合着的 让这些人辨认以后啊 这些人也都异口同声 说这人就是小合着 没问题 这三位侍卫呀 还不放心 幽命人找来了 这小合着身边的一名仆人 叫雅思索P 经他辨认呢 也是没问题 这具尸首啊 那就是小合着货迹战 虽然现在啊 身手分离 但是啊 认出母样完全没问题 这会儿啊 杀手剪来了 谁呀 就是前两天被砍成重伤的那名女仆 名字呀 叫做吉尔嘎洛 这两天呢 从这个清军大营来的这两名大夫啊 还有巴斯克山韩国派出的神医 没干别的 就是抢救他为主 终于啊 把这名妇女啊 救活了 把他也抬到了这个麻扎当中 让他来辨认这小合着的尸体 当把这小合着的人头 往这个吉尔嘎洛身边一抱啊 他眼泪也立刻就下来了 他说 这可不就是我们的大汗吗 史书所在 小合着自幼由我抚养 指点鹅角出豆餐痕是即时甚却 这大家确认无误之后 这武作赶紧上来啊 把这个尸阁就给添了 这道尸阁啊 在平定准个二方略当中 您能查得到 这道尸阁字数虽然不多 但是由此啊 您可以略微的推断一下 这小合着的模样 以及他的年龄 容貌与活时稍有变化 但面芒可实 其发际左太阳 鬓角及唇科微虚 十系货极战 首级无疑 什么意思呢 这前两句啊 先是这个说明了一下 这句头颅经小合着货极战 生前熟识的人辨认 应该啊 就是小合着无疑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右侧太阳穴上啊 因为出天花没出好啊 有一个疮痕 也就是有一个大麻子 既然是明显特征嘛 应该啊 还很深 还有这个鬓角啊 以及这个嘴唇上的 还有下巴颗上边有微虚 不是没胡子 是有微虚 由此可见 这小合着货极战的年纪 不应该太大 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哎 为什么我要强调一下 这小合着货极战的年龄呢 因为咱们在这部书的最后啊 还得有一个官司要打 咱们说啊 说到那的时候再说 哎 热闹着呢 您等着听吧 那么既然已经证明了 这人头就是小合着货极战 接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哎 保鲜 哎呀 具体是怎么个保鲜办法呀 咱们也不知道 总之是啊 别让他坏了 装进锦盒之后啊 派专人护送回驿馆 留下二十名兵兵 护卫这颗人头 可别丢了 那现在啊 就是该刨大合着的坟了 三位使臣一声令下之后啊 没人动手 呼啦啦 大小合着 在这儿看坟的这些奴仆啊 跪到了一片 他们说 您不用刨了 这坟里头啊 没人 大合着 波罗尼都的尸首啊 丢了